好,我們上次講到一些RLC線路 那我們很快的把前面一小段,很小一段複習一下 好,那基本上那個RLC的這個電路呢 基本上你有一個外部的EMF,外部的電動式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串連 這個Series就是串連 我們串連的電阻,電容跟電感 然後電流是這樣子的方向的流動 好,那當然電動式呢 這個電動式它產生的這個樣貌呢 就是一個賽波,就是交流電 所以最大震幅是EM 然後驅動的這個角頻率呢 OmegaD,是OmegaD 所以它整個交流電動式 它長向的EMSide OmegaDT 所以實現做一個變化 好,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這整個交流電動式在這整個電路裡頭 所提供的這個電流呢 我們可以寫成I等於I 小I等於大I Side OmegaDT-Phi 那這個大I呢 就是我這個電流的最大的這個震幅 那OmegaD一樣是驅動的這個交流的角頻率 那這個Phi呢 誒,你說這裡是Ipsom 那這裡怎麼冒出一個Phi 兩個好像不同項啊 對不對 那是因為它在整個電路裡頭 因為我有電容 我也有電感 所以呢 這個整個電路呢 整個電路它不會完全跟你的電壓的 這一個走向呢 是相同的 因為你可以想想看 電容它會產生一些這個電位式 去抵抗你的這個電壓的改變 那電感也是一樣 所以導致什麼呢 導致你最後產生的這個電流跟這個電壓呢 不是一個同向的一個情況 好,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說我們的電流的正幅就可以寫成Ipsom M 好,根號的R平方加XL減掉XC的平方 好,那這個XL 好,我會復習一下 好,我們XL是什麼 XL呢 是我們的電感 好,所造成的感抗 好,它是什麼呢 OmegaDL 好,那XC呢 這叫做融抗 好,它是什麼呢 OmegaDC分之1 好 要記得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 我的整個電流呢 那不要忘記這兩個單位 都是Om 它的單位都是Om 單位都是Om 單位都是Om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R平方加XL減XC平方 都是什麼 這整個都是電阻的單位 對不對 所以平方在開根號之後還是電阻 那伏特除以電阻 就等於安培嘛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 非常的make sense 就是非常的合理 好 所以呢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我們看 OK 所以剛剛的那個公式裡面呢 剛剛那個公式裡面 我們把下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呢叫做Z 用Z表示 所以你要以後用一些機器的量測 或者是使用這個電表的時候 有時候某些 某些電表你會看到有這個Z這個值出現 那這個Z就是所謂的impedence 所謂的主抗 impedence Z 叫做主抗 那我們上次有講過主抗呢 跟電阻是不一樣的 除非你剛好沒有電容跟這個電感 impedence 主抗 那Z呢 相當於什麼 R平方 加上XL 減掉XC的平方 開根號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把這個東西呢 當作是整個電路負載的 一種 阻擋電路流動的 一個 一個 一個總和 這個Z 你就把它想像成 這個電路等效阻擋 這個什麼 電流流動的一個組織 有點像我們以前學的電阻 但是這個 是更廣義的 叫做主抗 那 這個整個歐姆定律 就會變得 很簡單了 很簡單 好 好 那在這裡頭呢 因為依照剛剛的那個式子 我們如果我們的I 可以寫成 IPSON M 下面是Z的話 在這裡頭 我們上次有講到 其實我們I 可以寫成IPSON M Z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在RLC電路裡頭 更廣義的歐姆定律 對不對 我的交流電動式的最大值 相當於什麼 我的I乘上Z 對不對 那以前不是V等於IR嗎 對不對 你可以看 上下比較一下 是不是很像 對不對 好 那這個Z呢 既然等於這個東西的話 那我們把這些式子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我I等於R平方 加OmegaDL 減掉OmegaD 7分之1的平方 開根號 這個IPSON M3 這個IPSON M3 好 所以呢 這是整個RLC電路裡頭的電流的樣貌 電壓樣貌 由你的這個 這個驅動的這一個什麼 交流電動式來處理 那真正能夠產生的電流值呢 则是由這個公式來處理 則是由這個公式來處理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上次其實就講到這邊啦 那我們再來畫一張圖 來畫一張圖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之前有畫過一個圖 特別有一張圖對不對 今天呢 假設我今天這個整個電路呢 是一個電 這個電主的電路 電主性的電路 就是R R 只有這個電路以後 只有R的這個電路 在交流電路裡頭 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V 跟我們的I VR 跟我們的IR 基本上兩個是疊在一起的 對不對 這是所謂的 這個電主性的這個電路 好 那如果我們畫一個電容性的電路呢 我們的VR 跟我的 講錯了 VC 抱歉 VC 我們的VC 跟我們的IC 兩個差了90度 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電路 是一個電感性的 L的 這是C的 好 L的話呢 我的VL 跟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IL 它兩個也差90度 但是又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來因應 我們這邊的這個公式 我們這邊的公式呢 用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呢 我們討論的這個I 會等於什麼呢 I Side OmegaD 減肥 對不對 當我們在驅動 當我們在驅動剛剛的整個電路的時候 剛剛的整個電路的時候 把這個關掉 我們剛剛畫的這個電路是長這樣子 一個交流電路 一個交流電路 然後電阻 電容 電感 好 那剛剛的這整個電路裡頭呢 因為我們是串連嘛 所以串連的過程中 我所有電流 不管通過哪個元件 應該要一模一樣 對不對 電流要一模一樣 所以當你電流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想辦法把這三個電流 大家把它疊在一起 如果我要把這三個電流 疊在一起 變成一張新的一張圖 變成這樣子 如果這裡是IR 這裡頭應該是這個I 這整個是我的I的話 那這I當然會等於什麼呢 這I當然也會等於IR 等於IC 等於IL 對不對 三個的電流 應該一樣多的嘛 對不對 應該是串連電流 不可能我流過去電流就不見了 對不對 那你把這三個疊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怎麼去擺這個V呢 你可以看到 我的IR跟我的V VR是同樣的 所以我的這個 換個顏色 所以我的VR要畫在哪邊 VR要畫在這邊 對不對 這是VR 對吧 要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要畫VC呢 VC會出來哪裡 因為現在I 這樣子我要轉90度 轉過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VC畫在哪邊 VC嘛 對不對 因為I要一模一樣 要疊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VC在這邊 那IC呢 不不不 IL呢 IL會在哪邊 現在I疊在一起了 所以本來這樣子對不對 我要把I疊在一起轉到這邊來 所以我的VL就在哪邊 就在這邊 對不對 因為I都是一樣的嘛 是不是 那這兩個 這是90度 那這兩個剛好反向 電壓剛好反向 所以你可以把它剪掉 那最後畫出來 畫出來的呢 就會畫出這張圖 所以這個Phasor的分析非常的重要 在電路學裡頭 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最後畫出來會長怎麼樣 我的VR在這邊 這是VR 那這個呢 這是VL-VC 對不對 那最後他們的核向量會在哪裡啊 他們核向量 好 來 平行 平行 那 核向量就在這邊啦 這是核向量 OK 這是他們的核向量 好 所以呢 我們做一個這樣一個分析 那這樣子的分析 這裡就有一個夾角啦 這個夾角 從這個VR跟這個 最後的核向量呢 有一個夾角叫做Phy角 Phy角 好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Phy角 會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這張圖呢 課本這張圖呢 就是這樣子來的 R LC 分別的 這個 VI 的圖 1 2 3 湊起來變成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向量相消 得到這張圖 然後最後在核向量 得到這個圖 那 因為我們的VR 還記得吧 這個VR 一開始的時候是跟什麼 跟我們的這個 交流電路 它是個完全同向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個最後的核向量 跟VR的這個夾角 事實上相對的意義是什麼 也就是它跟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交流電路的這個電壓 它的相位差 好 那我們來看這相位差會是多少呢 假設這個是 那這個是一雙眼 這是VR 那這個相位差 這個相位差 可以寫什麼呢 tangentphi等於什麼 等於 VL減Vc 是這一個對不對 VL減Vc 是這個 把它移過來 所以這一段也相當 VL-VC VL-VC 所以我的tangent phi 是不是相当于什么 VR VL-VC 对不对 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的笔子 就是我的phi角 是不是tangent phi角 好 那这是tangent phi角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的VR相当于IR 对不对 那这个VL是IXL 对不对 VC是IXC 所以把I都消掉 把I都消掉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的tangent phi就是所谓的相位常数 等于XL-XC除以R 所以你有一个RLC串联电路的话 它的相位角 它的相位角就长成这样子 好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好我们继续 OK 所以呢我们上次呢也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怎么样子呢 会让我们刚刚那个电流啊 就是这个电流值啊 会最大值 如果要让这个电流值得到最大值 是要让Z最小 在这个平方相加开根号的值里头 在这个平方相加开根号的值里头 要让Z最小就是XL-XC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XL等于XC的时候 差掉哦 对吧 对吧 我们要让这个最大值 对吧 对吧 我们要让这个I最大 一定要让Z最小 假设I要最大 Z就要最小 那在这里头Z最小最小 能够做到最小的就是XL等于XC 所以当你XL等于XC的时候 表示什么 XL是什么东西 刚刚是OmegaDL嘛 对不对 XC呢 是OmegaDC分之1 是不是 那我们把它一向乘一下 OmegaD平方等于LC分之1 也就是我的OmegaD要等于什么 根号LC分之1 对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 这两个要相等 就让这里为0嘛 对不对 就有Z就有R平方 那这相等的话呢 把它一向 一向一下 就得到OmegaD平方LC分之1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件事情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那我的驱动的频率 要等于 根号LC分之1 那什么是根号LC分之1啊 那不就是它本来的自然频率吗 对不对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一个 这个LC电路的自然频率 可以写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刚好又是什么 当XC等于XL的时候 上面这值相等相减等于0 所以相当于什么 Tangion的这个角度也等于0 所以呢 5角等于0 然后呢 我们的OmegaD等于 自然频率Omega等于 刚号LC分之1 那整个电路呢 我们就称它为 它这个电路 是一个共振的一个电路 所以我驱动的频率啊 刚好跟什么 刚好跟你这个电路的自然频率相等 如果上个学期你们还记得我拿一颗晚利球来给大家的时候 还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那个球不是你转的很快 它就会转的快 而是你要用对的频率去灌进这一颗球 还有没有印象 对不对 所以对的频率什么叫对的频率 就是你的频率高 等于它自然频率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 灌入能量 或者说这整个整个电路的效率呢 会达到最高值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好OK 所以这张图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 我们这张 这个作用的这个EM是在这里 我的电流在这边 如果EM跟I没有相位角叉的话 没有相位角叉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最佳的什么驱动这个电路的什么 的这个电路组合 好 那这张图告诉你是什么 告诉你的是下面这个图 是OmegaD比上 除上L Omega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自然频率 跟我现在驱动的频率 两个的比值 好 当我自然频率等于驱动的频率 就是两个相处等于1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电流值 会达到什么 会达到最高 好 那当然这不同的线 是指不同的什么 电阻值啦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电阻值一路变化 那这个自然频率 这个就会来越越高 好 那其实这个也对应到 我们上学区不是有讲到一件事情吗 上学区我们讲到一个这个 这个Takoma这个桥 有没有 有个桥啊 风吹吹吹吹吹吹吹 就断掉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电路这个值 电路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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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驱动频率等于它的自然频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驱动频率等于自然频率 它会得到这个电路里头 电流的最大值 那你看到这个电阻值 从10欧姆 30欧姆 10欧姆 如果天生的R值 越来越小的话 这根会越来越尖 对不对 就整个电路怎么样 就崩溃了 就烧掉了 电流趋近无穷大 就爆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一个 一个 RLC电路 R趋近 你又用到它自然频率去驱动它的时候 这个电流就爆掉了 跟那个桥一样 那个电路可能就会烧毁 可能就会烧毁 好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好 我们上周讲过 这个RLC电路跟以前的欧姆定律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计算的时候要很小心 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再来看 现在呢 假设我们这里有个电路 跟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个 就是课本的电路 那 现在我告诉你说 今天这个电阻是200欧姆 电容呢 是15个PF P就是10-12 对不对 然后呢 L等于230MH 230 郝亨利 那我今天驱动的频率是60Hz 那这个EM呢 等于36V 好 OK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这里头的 这个整个电路里的电流I 是多少 好 好 这个电流I要怎么算 想一下电流I要怎么算 我们刚刚有一个公式I等于什么 小I等于什么 大I Side Omega D-5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算的东西有哪一些 我们需要算的东西有哪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来 第一个我们的大I等于1分数M除以Z 对不对 好 那Z等于什么 R平方加上XL解到X7平方 对不对 好 那XL是多少 XL是多少 我们的XL 来 不要忘记 XL等于Omega DL 对不对 好 Omega D是多少 Omega D Omega D等于2πF 所以谁2π 等于2π 对不对 乘上60HZ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个得到的时候120π嘛 对不对 这个单位是欧姆 对 OK 好 那 蛤 是要写什么 对 抱歉 L是多少 230 乘上230MH 所以0.23 0.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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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应该是多少 偷看一下答案 对不对 86.7 86.7欧姆 对不对 同样的XC也是相同的 XC也是相同的算法 这两个要先算 XC 等于什么 Omega D C分之1 对不对 等于2πF C分之1 所以等于120π C是多少 C是 1.5乘以10的 -12次方 1.5乘以10的 -12次方法拉 分之1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算起来 这个算起来 这个算起来是多少 120π 这个东西 等于 诶 怎么会这么大 177 是不是 哪一个 蛤 你说 你说课本 这是μF 是不是 所以这应该是10的-6 对不对 好 如果是打错那应该是10的-6 对吧我看一下 10的-是写μ 怎么会打成p OK 好 抱歉 这个是μ 差了10的-6次方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是177欧姆啦 177欧姆 好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算了嘛 对不对 Z就可以算了嘛 所以200 然后两个相减的平方 所以大概219欧姆 那因此我的I 我的大I 就最大的这个电流值 就等于多少呢 这两个相处的0.164安培 所以我的电流的amplitude amplitude就是指那个最大的值啦 正幅 就是0.164安培 好 A小题有没有问题 会啦 A小题 好 那我们来看B小题 来 B小题 他要问什么呢 你的向位角是多少 向位角 相对于这个驱动的平均 向位角是多少 好 最后的向位角怎么算 向位角 arctan phi可以写arctan r分之xl 解xc 因为本来是写tangin的phi 等于这个相处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求角度 就是arctan 所以arctan 这个xl解xc 除以r 那xl跟xc 刚刚都算过 一个86一个177 那r是200 所以这个除完 相当于多少呢 负的24.3度 或是负的0.424 rate 这个有没有问题 可以齁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们算这个 rlc rlc 电路 它的这个 一个范例啦 那当然你可以 第三个可以进一步问啊 对不对 你的i的公式 可以选什么 刚刚i的公式可以选什么 刚刚i的公式 可以选什么 刚刚i的公式 这些码 phi是多少 假设我们用这个 进度为单位 是0.4 复复变成正 0.424 对不对 这个电路的电流 方程式 就变成这样子 进一步 我们可以写这样子 好 那这是有关于 电压 电流 跟它的 impedence 阻抗 它的 在rlc电路里头 一些计算 好啦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算的是交流电路里头的 这个功率 power 功率 那怎么去算它的这个功率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呢 今天我的这个 电阻里头 电阻里头 在这个交流电路里头 电阻里头 它所消耗的 顺时功率 可以写什么呢 你们以前学过 p等于什么 i平方r 那这个i呢 依照刚刚前面的公式 是i sin omega dt-phi 对不对 那r呢 照写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把它平方之后 乘上r 就变成i平方 r sin omega dt-phi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功率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顺时功率 所以是 Instantaneous rate 就是顺时功率 好 那假设呢 在一个完整的周期 就是从零走到2π的时候呢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去做个积分 对不对 做个积分 那这个东西的这个积分呢 其实就是 基这个sine theta 应该说 基这个sine的这一个部分 好 那sine sine平方 theta 这个积分呢 等于2分之1 会算吧 sine平方 基完整一个周期 是2分之1 为什么sine平方 基完整的周期 是2分之1 sine平方 我们去基一个完整的周期 sine平方 theta d theta 由零基到2π 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比一个有出完整的周期嘛 对不对 去做这个东西的积分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积分怎么算 你们都怎么算 sine平方 theta 怎么算 2分之1加上什么呢 2分之1的cosine to theta 比 theta吧 对不对 sine是不是 对不对 半角公式嘛 对不对 半角公式的平方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东西的积分会等于什么呢 来 2π分之1 前面2分之1 寄出来是什么 2分之1 theta 对不对 那cosine的积分会变成什么 cosine的积分会变成sine嘛 对不对 2分之1sine 2 theta 然后呢 我们从 这个0到2π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 sine2 theta 2π 是多少 4π等于什么 还是0嘛 对不对 sine0呢 也是0嘛 对不对 所以sine theta 由0到2π这些项 这个就不要了嘛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看前面这些项 2π 减掉0 是多少 就是2π嘛 对不对 那2分之1的2π 是什么 一个π 所以会等于什么 2分之1 π跟π下 就变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我们sine的平均值 怎么样 什么问题 没事 好 所以我们sine平均值 在一个完整的周期里头 在一个完整的周期里头 它的值会是什么 是2分之1 这个你们会常常遇到 那cos平方呢 可爱平方值会是多少 知道吗 cos平方 如果是cos平方呢 cos平方也会是2分之1 好 不用算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cos跟sine是把它 移动一下嘛 对不对 你样基一个周 完整的周期 两个对应到的什么 平均值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说sine平方会等于2分之1 那因此上面这个式子呢 你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式子整个基起来 其实相当于什么 你管它 ωmega d是什么 phi是什么 我整个基起来 这个平均值就2分之1 所以把2分之1 放在这边就变成什么呢 我的平均功率 刚刚这个是瞬时 这是瞬时功率 instantaneous 那平均功率呢 就是 这个整个积分 就是2分之i平方r 那在这里我们喜欢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太会记这个2分之1这个系数 我们反而会把它写什么呢 写我最大的i值 政府最大i值是这个 这个高度最大i值 对不对 这个最大i值把它变成什么呢 这个平方是2分之1 所以把它变成 i除以根号2的平方 那会写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样一个形式呢 我们进一步可以变成这样子 我们会把这个i rms 定义成根号2分之i i rms 什么叫i rms 啊 方均跟 方均跟电流 对不对 lumine square rms 方均跟电流 就是根号2分之i 那所以i rms 得跟它2分之i 那因此呢 我们刚刚的平均的功率 p average 等于i rms 平方乘r 所以 我们一样还是会得到公式 长得一模一样 p等于i平方r 只是这里有i送i rms p是用什么 平均功率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v rms 定义成根号2分之v 所以呢 还有那个什么 我们的电动式 我们的这个emf 同样可以写ipsonemf 得跟号2分之em 大家都可以有同样的 这样一个定义 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好 ok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 前面 我们这时候把它 带到我们前面 所做的这个rlc 电路里头 在rlc 电路里头 我们现在如果写的i rms 的话呢 那上面对应到的 就不是ipsonm 而是ipson的rms 那如果是ipson rms 那z当然不会变嘛 对不对 z跟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方均跟值无关嘛 对不对 z值跟你的驱动的什么 脚频率 还有你的本身的c值 或是l值有关 好 所以呢 i rms的e rms z 那公式一样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在进一步的怎么样呢 把 刚刚的p average 本来我们不是写 i rms 平方r吗 我们拿出了一个i rms 把它写成什么 上面这个形式 如果拿出一个i rms 写成上面这个形式的话 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z跟r去做相处 不要忘记为什么 z它的单位是欧姆 r的单位也是欧姆 对不对 所以z是整个电路的主抗 r是什么 电阻的组织 对不对 z应该是整个电路的组织 这个r呢 只是电阻的组织 对不对 那如果把它写这样的话 变成什么呢 i rms 乘上i rms 再乘上r除以z 那r除以z 那r除以z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看 刚刚这个电路 刚刚这个电路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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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vr除上i rms 是什么 或者说 把r跟z 如果同车以i的话 同车以i max的话 ir就等于vr 对不对 iz就等于什么 em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两个的比值 就是这个跟什么 这个的什么 夹角 对不对 这个跟这个夹角 这个是什么 cos phi 对吧 这个跟这个夹角是cos phi 所以呢 我们整个上面这个式子 最后整理一下 在rlc电路里头 如果要算 这个rlc电路的平均功率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p average 等于ipson rms 乘上i rms 乘上cos phi 所以我们的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1s rms 然后呢 其实它不是全部百分之百 都消耗掉了 喔 还跟你的这个相位角有关 你的相位角有关 cos phi 好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 好啦 首先 我们再来看这个rlc电路喔 这个你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喔 现在问题如果 如果ipson里头 到底给你的是ipson m 就是负载的那个 电压的电动式 或者是ipson rms 两者是不一样的喔 好 两者是不一样的喔 一到刚刚定义 我们都看到了喔 不要把两个当成一样再算喔 好啦 来 我们在rlc电路里头 我们驱动的ipson rms 等于120伏 驱动频率一样用60hz 就我们常用这样的这个驱动频率 驱动脚频率 驱动的频率 驱动的频率 那假设呢 今天我们的电阻是200欧姆 那在整个电路里头 它的电感 它的电感值 它的感抗 是80欧姆 那它的融抗呢 是150欧姆 好 那想要问 第一个 它的power factor 就是功率因子 这cos phi 还有这个相位角 phi 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喔 今天我们的z 以致这个z是r平方加x0-xc平方 开根号 好啦 所以呢 这个 它已经直接给你了 就不用算了 对不对 它直接给你 你把它带进去 可以知道 200平方加上 这两个相减的平方 开根号 就得到 我这个整个电路的主抗 impedence 是211.9欧姆 是第一个 好 那你得到z之后呢 我们只要把它跟谁相处 可以得到cos phi 把它跟r相处嘛 对不对 所以r是200欧姆 z是211.9欧姆 所以两个的cos phi 就等于0.9438 或者是它的角度呢 相当于-19.3度 这是第一个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再来看 在这整个电路里头呢 我们消耗的平均功率 消耗的平均功率 在电阻端消耗的平均功率 应该是多少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在整个电阻端消耗的平均功率 依照刚刚的公式 第一个IMS 可以写什么呢 Ipsom n RMS 除以z 那我们功率又可以写什么呢 Ipsom rms I rms cos phi 那cos phi 其实刚刚有算了 对不对 Ipsom n Ipsom 这个rms I rms 也已知 对不对 z也已知 所以这些都是已知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做计算 所以来 我们的这个 Ipsom平方是120伏 z呢 刚刚算了211.9 cos phi 刚刚也算了 所以大概是64.1瓦 好 那当然 你可以用另一个方式算 你也可以这样算 P 等于 这个平方分支 这个 因为我把一个什么呢 把这I平方 写成这两个相处的平方 对不对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好 那刚刚这两个已经算了 R是200 对不对 所以一样可以得到64.1瓦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家里 平均的这个电功率的一些负载 好 的计算 就类似这个样子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要讲的这个呢 就很有趣啦 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第三小题啊 它就说 如果 我们做一件事情喔 如果我们把电容 把它这个电路里头的电容 换了一个新电容 整个把它换掉 那要换怎么样的电容 可以让你整个功率怎么样 达到最大值 功率达到这个最大值 好 那其他电路都不能换 又只能换电容喔 好 那电容影响的 当然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熔炕嘛 对不对 好 那电容要换多少 可以让功率最大 那当然要让功率最大 表示什么 我的熔炕要等于敢炕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里头 熔炕 熔炕等于敢炕的话呢 那我们用熔炕等于敢炕的公式 好 这是熔炕的公式 对不对 Omega DC 新的这个 用C new来表示 新的电容要等于 刚好等于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敢炕 两者要相等 那现在知道敢炕是80欧姆 对不对 Omega DC 2πF就是120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我现在电容是33.2μF 当我换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的功率会达到最大值 也就是下面角等于0 功率会达到最大值 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 在第四台 都会卖一个叫做 无效电路补偿器 那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修正 这个翻角 让你的翻角 有没有 让你的翻角 使你的功率最大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家里的电路 你去 很奇怪哦 你可能插了一个电容 或者怎么样 发现家里的喇叭突然变得很好听 为什么插一个电容 喇叭会变得很好听 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变得很难听啦 这很难讲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呢 在这样的电路负载下 我可以让你的喇叭推出最大的功率 你的喇叭可能平时 为什么很声音很虚啊 或者一般讲叫衰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同样给你这么多电流 跟电压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们的P Average 平均功率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不是Ipsom M Ipsom M I RMS cos 5 对不对 你只要有这个cos5存在啊 只要有5角存在啊 你的功率永远达不到最大值 这两个值固定的嘛 对不对 一个周期内 这个两个值都是固定的嘛 你只要你的5值 不为0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最大功率 所以你好像跟台电用了什么 110V 比如说110V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一安培的 你的功率理认上应该是多少 110瓦 对不对 可是呢 因为你有什么 这个相位角的问题 号称拿110瓦 结果你真正只用了可能 cos角度不好的话 对不对 假设角度差很大的话 只有2分之1 你可能只有55瓦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喇叭怎么推 奇怪了 给他这个电就是不对啊 推起来声音 这个卖场或是在哪里 对不对 音响电听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 人家有调教过 你没有调教过啊 对不对 你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你有什么 推的功率不对 推的这个相位角不对 相位角不对 同样的 人家在台电家里算电的时候 算你用多少功率的时候 人家是算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你跟他好像买了这么多电 结果大部分电都 在变成什么东西了 都变成电路里头 消耗的热能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补偿他 补偿他 让你的相位角趋近于零 对不对 你的功率才不会消耗在电路里头嘛 了解意思吗 就跟你们玩那个腕力球啊 你频率对 他很快就转起来了 对不对 你频率对 你这些能量跑哪里去 变成手臂的热啊 对不对 流汗啊这些东西嘛 所以这个电路的这个补偿 电路补偿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这个耗电 有很多这种耗电 当然一般 我们为什么要上浮物 就希望大家有一些 基本的知识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大部分人浮物修完就忘了 对不对 家里一样这样耗电嘛 这个相位角 相位角 相位角来 30度40度 当然 不可能90度啦 90度也太衰了 对不对 90度 插了电等于没有电 当然不会这么夸张啦 但很多电路的能量 就是消耗在这些无效的电路上面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知道吧 所以这个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去卖那个补偿器 不过卖那个补偿器是违法的 卖那个补偿器是违法的 因为这个好像是说 台电好像是说 这个好像在骗他们 这个 因为它E跟I是一样的 你去修正这个东西 修正这个 好像是骗了这个台电 你的这个真正耗掉的能量 真正耗掉的能量 跟台电那边输出的能量 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这个好像是犯法的 有点好像是说 类似窃电的感觉啦 好 所以呢 后来呢 那个什么 无效电路补偿器呢 后来就没有卖了啦 你们可能后来就没有听过了 但是呢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自己知道要怎么做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好 OK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 讲这个Transformer 就所谓的 这个变压器 不是变形金刚喔 对不对 变形金刚 前面是什么Transformation 对不对 那个英文字啊 能够仔细看 对不对 这不是变形金刚 我们要讲的是变压器 好 那这变压器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这个电流大战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啦 直流电没办法变压 至少没有办法用 简单的方法变压 交流电可以变压 那交流电怎么变压呢 就是透过这个Transformer 这个概念去做 好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变压器的架构啦 好 那这变压器的架构 是这样子啦 我们先看一下变压器 这边是我的交流的这个电动式 那这边我会缠绕一个这个什么 线圈 缠在什么呢 这个口字型的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铁心 铁心的原因是因为它导磁细数高 它有高导磁细数 然后呢我的磁切损耗脚会低 所以我容易把磁 简单来讲了 刚刚讲那些术语 不要管它 以后你们自己会学到 简单来讲就是 这里的磁展 我可以把它大部分的磁通量 保留 让它流过这里 一直到这边来 简单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好 那到这边的时候 缠绕的这个线圈数变得更多了 所以这边可能缠了NP圈 这边缠了这个NS圈 P就是Primary S就是Secondary 就是主线圈跟次线圈 或者有一份初级线圈跟次级线圈 好 那最后呢 这边拉出来这个线呢 就到家里去 做一般的这个主抗 好 那这是一个理想的 理想的一个变压器的一个架构 所以变压器 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其实不难 不难 比如说效率高不高 是另一回事 好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课本就讲了 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今天 假设我在这个 就是讲加拿大 加拿大 魁北克 有一个这个Lagrande Lagrande的水利发电厂 他发了一个电 要传输到哪里呢 传输到 蒙特楼 那两个地方距离有多少呢 1000公里 1000公里 好 1000公里的话呢 他传输的电压 电力线 可以产生的这个电压呢 是735个KV 735千伏 好啦 那假设我今天 传输的使用的电流呢 是500安培的话 500安培的话 从这个 电线桿开始算 500安培的话 那我们来算算看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电损耗会是多少 应该说我们输出的电流 电功率是多少 好 你现在知道它的电压值 你知道它的电流值 我就知道 在这个水利发电厂 我输出的电功率是多少 p等于什么 iv 对不对 或是ipson i 对不对 那我的ipson是735千 1250伏 电流呢 500安培 所以说总输出的功率 从电厂喔 水利发电厂输出的功率是 368MW 368百万瓦 就水电厂输出的 一开始喔 平均功率 好 那我们再来看喔 今天假设 我们从这个 这个传输线上的 这个铜线啊 每公里的电阻 是0.22欧姆 每公里0.22欧姆 听起来很小吧 对不对 每公里只有0.22欧姆喔 好 所以呢 今天1000公里 会有多少欧姆的电阻 220欧姆嘛 对不对 假设我们从头拉 拉一个电路 就从头拉绕尾 那就大概220欧姆 220欧姆很小啊 一般你们如果做服务实验 那个电阻随便一个都超大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喔 好 那这样在电阻上所消耗功率 是多少 p average等于i平方R 所以i是500安培平方 电阻220欧姆 所以我就消耗多少瓦 哇塞 5.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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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百万瓦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15%输出的电量 这样15%的电就没了喔 就是导线发热就没了喔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 假设 我们换一件事情 如果说 如果说 我把电流增加 电压降低嘛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V等于IR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V等于IR的话 或说 Ipsom等于IR 我们换个方式来传输 如果我把电压减半 电流上升一倍 所以总的公式 还是不变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反过来 有写错吗 电压 电压减半电流上升嘛 对不对 蛤 蛤 固定 等一下齁 喔 不是这个 抱歉 我不是要做这些 因为是过了变压器 不能用这个公司 抱歉 过了变压器 不能用这个公司 啦 我的功率 要用功率 变压器 变压器的组织 等一下我们会算到这个问题 一时迷惘 好 假设我现在送电的方式改成 电压减半电流上升 好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把电流上升两倍 电压减半的话 那我们传输的时候经过这个电阻 传输的时候经过这个电阻 传输的时候经过这个电阻 我的p average会变成什么呢 1000安培平方220欧姆 会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损耗的功率是220MW 220MW是怎么样呢 大概60%的什么 电 所以做一个传电的一个过程 传电的过程 我们传电的原则是什么 传电的原则是 就是电压越高越好 电流越低越好 电压越高越好 电流越低越好 你看啦 电流增加2倍 我的消耗刚才15% 變60%多了4倍 对不对 应该是平方比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高压 传电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 刚刚讲 前面讲这个电流大战 电流大战 为什么不能变压 它是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你看 我传 这里头交流电传1000公里 60%的电就不见了 如果是改成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电几乎全部都消耗掉了 根本没办法远距传输 更不用讲直流电了 更不用讲直流电 好 OK 我们这节课先上到这边 先下课休息10分钟